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们有没有跟你说什么 不是 你走干嘛 你别走啊 来家们 没给阿俊点关注了 总案叫点关注 啊 陈欣 没有 俊哥 不是 真的没有 现在直播间1700个家人们 你一定要当着1700个家人们的面说实话呀 陈欣 不能够去欺骗我们的 家人们都是把你当自己的亲孙女 当自己的女儿一样的 他们每天都在看你直播 每天都在关心着你 照顾着你 所以说 所以说你有什么事情 一定要告诉我们呀 对不对 家人们 我们要不要让陈欣说实话 要让陈欣说实话的 来直播间1700个家人们 全屏打一波药在公民上 来直播间1700个家人们 要不要让陈欣说实话 要让陈欣说实话的公民上打一波药 陈欣 我已经跟你 家人们 没有 真的没有 家人们都在说让你要说实话 真的没有 说实话 那我问你 今天是不是还是昨天晚上里陈欣给你打了电话 还是说我妈妈给你打了电话 是让他们让你 是他们让你离开我 还是什么样的 你说实话 没有 但我也不想骗你 军军 他们确实给我打了电话 不过没有叫我离开你 确实给你打了电话 那他们给你说什么呀 看吧家人们 我们分析的没对 我们分析的肯定是对的 我妈妈和李婷婷绝对给他打了电话 肯定是给陈欣打了电话的 要不然陈欣不可能今天这样那么奇怪的 陈欣你告诉我 我妈妈给你说什么了 还是我李婷婷你说什么了 啊 没说什么 真的没说什么 亲家 你为什么不说实话 真的没说什么 真的吗 咱们不说这个了 真的没说什么 你不要骗我老婆 没有骗你 我没骗你 家人们你们觉得曾经说的是真的吗 首先说叔叔阿姨哥姐姐你们觉得曾经说的是真的吗 觉得曾经说的是真的公平上打一波 打一波是觉得曾经说的不是真的公平上打波不是 那家人们觉得曾经说的是真的吗 我真的没有我真的没有我说的是真的是叔叔阿姨哥哥姐姐 而且 没给我打电话也没给我说什么 一切都是我自己自愿的 我觉得不管是高阿姨还是陈欣姐都挺好的 至少他们是爱你的 俊哥 不是曾经 他们非常爱你 不管有什么事情你都要说出来好不好 我会说的俊哥 如果说是他们真的给你说了什么的话 我马上就给我妈妈打电话 我问一问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他到底给曾经说了什么好不好 家人们你们觉得好不好家人们 你们觉得我要不要给我妈妈打个电话 问一问我妈妈 来直播间所有叔叔阿姨哥姐姐 你们说我要不要给我妈妈打个电话 问一问我妈妈 不用问俊哥 时间快到了 我哥怎么还没来啊 应该快了嘛 咱们不吃 因为这我们这山路比较难走嘛 他开车的话也比较难俊哥 我问一下我哥 我问一下我哥 家们你们说我要不要问一下我妈妈 到底是什么情况 他是不是给我给陈欣说了什么 陈欣 直播间现在有1700个家人 等一下我又来电话了 等一下啊 喂妈 等一下我妈来电话 喂妈怎么了 我还没有回来干嘛 没有我现在成心家里呢 我时间还没到了吗 不是说八点钟吗 还有七分钟啊 谁说我七分钟 我就解决不了事情了呀 你别慌嘛 我八点钟还没到 那既然还有一分钟 对不对 一分钟时间没到 我都能够把这个事情解决好的 还有 还有我问你 你昨天 还有我问你 你昨天是不是给陈欣说了什么 你告诉我你昨天给陈欣说了什么 你现在告诉我好不好 陈欣现在今天怪怪的 你告诉我 你到底给他说了什么 你能不能不要来破坏我吗 三天时间还没有到 你能不能不要来破坏我吗 好妈我先不跟你说了 我挂了啊 我 等一下我先我又问陈欣 我我时间还没到 我不会回来的 妈自己给我挂掉了 还不说 没说什么吗 还没说什么 但是我总感觉今天怪怪的 你知道不 没有什么怪怪的 如果说是我妈跟你说什么的话 你一定要告诉我行不行 哎哥 怎么了 哥 五哥 你不开心吗 你来了五哥 没有 我们今天开心的很 哥 终于来了 我终于等到你了 听到什么好消息没有 我听到了呀 刚刚小倩给我打电话 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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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 有一笔账入公司了是怎么回事啊 我一个姐姐 你一个姐姐 对 他跟我说了这个事情 我昨天答应你的事情 我说了我会解决的 知道吗 真的吗 五哥 事实摆在面前 那是还是假的 但是 五哥那个李婷婷说是他爸爸打的钱 你你让他跟他爸打个电话看是不是吗 知道吗 那是是不是广东那边打过来的 对是广东 是广东他他有他有他有什么都人在广东吗 是不是 安心了没有 安心了谢谢你啊 没有没事的没事的 谢谢你 今天我跟你说 今天第一我们要让这个 李婷婷知道吗 对 对我们要让他没话说 我也想想的 要把你的实力掌 是时候拿出来 来拿出来一下了知道吗 好五哥 今天有你在 我觉得任何事情我都能够做好的 这个事情已经解决了 那你还有什么担心的呢 好哥 来家人们 全屏在公屏上打一波欢迎 来家人们 全屏在公屏上打一波欢迎 欢迎我哥来到直播间 欢迎我哥来了 以后就穿着这个衣服知道吗 要穿着这个衣服跟着阿俊 对不对 这个既然你老爸老妈不会 他老爸老妈不会阻止你们了 你们就不要担心 好吧 陈欣 我在路上就告诉过你了吧 我就说了这笔田肯定是 肯定是我哥帮我解决的 你知不知道 肯定啊 但是 所以说你现在有什么事情 你一定要告诉我 现在我哥也在 我哥也可以帮我们做个见证 我妈妈竟然给我说了 三天之月对不对 八点钟 现在七点五十六 还有四分钟时间还没到 对不对 现在我哥帮我解决好了 不是啊 嘉姐跟我说 我那个解决就 你们可能不认识 阿俊结果 他跟我说的他是 他是好像是45就转过去了呀 他加急转的呀 但是 但是小倩给我打电话说 说确实也是转了的 但是那个李婷婷又一直一直在说 我不知道是不是 可能不要信了知道吧 来你问你直播家 你相信那个李婷婷会干这样子的事吗 对不对 家伙们你们相不相信李婷婷会帮助我 那我去给你拿个针子出来 今天我觉得我有资格做一下针子了呀 可以的肯定哥 来搁我个手去感谢 没有没有 这个真的你帮了我大忙啊 今天昨天我跟那个 这个陈欣聊天啊 他说直播节的很多家人们都说你们要出过镜哦 啊 你今天 欢迎我 我要出镜啊 来 这个直播节的家人们 你们今天想不想看陈骏 来 想看陈骏的话 给我打个想看在上面啊 不是 吴哥 我今天我今天发型什么都没准备好 你们想看吗 来 如果说家人们 如果说你们想看陈骏的 把那个陈骏想看两个都打在公民上面好不好 不是 怎么这么久了还没有人看过 不是 我哥 我今天衣服也穿的不好 我那个头发也没做就不出镜了吧 不要在乎这一些知道吗 都想看你 啊 我从来没有露过电露过电了 你们想不想知道 君哥长什么样子啊 给你的叔叔阿姨们 不是家人吗 你们真的想看吗 哥 真的要我入镜吗 今天 真的 今天来 我说了 现在已经有差不多一百多个家人们想看你了 站着哥 能不能站着 如果说我直播间 点赞有五万 那我就给家人们多个进入点 来直播间的家人们 好不好 我是老吴 很多家人们可能认识我 今天我们就齐心协力 你们看一看你们的对不对 成型的好男朋友 对不对 我们来一起点赞好不好 我给大家一起点 我们把站那点到五万 点到五万 点到五万家人们 我就 今天就吃个镜 让家人们看一看我 好不好 家人们来一起点赞点到五万 点到五万的时候告诉我一下 你们觉得曾经算不算 你们先告诉我 那你 你觉得成俊算不算 成俊应该肯定算 我跟你说 今天只要成俊出镜 我还给他准备了两层惊喜 我今天给他带了三层惊喜 真的吗 什么 哥 你今天打得我有点措手不及啊 我跟你说了 你要原谓记住一句话 知道不 嗯 这个井上天花的人 没有什么好的 雪中上炭的人 才是你的好兄弟 对 知道不 不要去听别人说什么呃 怎么对你好 你让人家这样一个女孩子 对不对 去求人家什么婷婷 你好意思吗 对 这个这个事情确实是我做的不太好 都想看对不对 来 我们站在还有个站在已经五万五了 五万五了 对 我家人们牛啊 你这个你距离还是很强的 嗯 所以说你要谢谢一下直播家人们 真的 嗯 谢谢直播间的哥哥姐姐 叔叔阿姨们 嗯 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 我跟你说实话 其实我刚开始我对你们的这份感情 包括我对阿俊也说了的 我说并不是很看好 因为什么呢 确实你你这个是在这个乡下嘛 但是直播间因为有也很多认识我的 他们都在跟我说去帮一下陈俊跟陈欣 对不对 因为我开了一个公司嘛 是红蟹公司 知道不 所以说我第一 我是这个公司的问题 第二呢 真的阿俊这个好孩子 真的是个好孩子 你也知道 他不管怎么样 他都没有跟你说过一句 说 分手的话 放弃的话 这个是实话吧 对 是不是 对 家伙们你们觉得我说的对不对 阿俊是不是好孩子 阿俊告诉我 你们告诉我阿俊是不是好孩子 真的 我跟你说 阿俊这个人 就是我跟你说 就像一个纸一样 嗯 我希望你能够在他这张纸上面 画一个美好的未来 也能画一个 嗯 这个蓝铁白云 哥真的我都不知道怎么感谢你 我们两个能走到今天能以后能走到一起 真的 我都必须得给你封一个那个什么月老红包 你是不是 你是我们两个的牵线人 你是不是 我不希望这一些我希望你们俩幸福 正如直播间所有的家人们说一下 对不对 希望你们幸福 好 对不对 我真的 不单单是我希望你们幸福 直播就在一起九百个人也希望你们幸福 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么多哥哥姐姐 叔叔阿姨陪着我 我就觉得我好有动力 我以前都不敢这样的 来直播 来这样子吧 小浩 你去拿下手机 来 今天我们一起接证一下 我们的 真的要真的要来吗 哥 美男子 我先去把灯打开 阿俊好不好 家人们 我们一起接证一下 你问一下直播间你的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 你的娘家人 他们想不想见阿俊 直播间的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 你们想不想见俊哥 想的话 你们在沟面上打个响好不好 我看一下有没有哥哥姐叔叔阿姨想见的 超过20个 我们就超过期待直播间一千八百个人 超过100个吧 打100个响 我们让阿俊自信的出镜 今天因为我还有两成两两个惊喜要给了他 知道吗 都在打响吗 我看一下有没有100个 现在已经家人们现在已经30个了 45个了 都在打响吗 叔叔阿姨 有没有人想看我60多个了 家人们凝聚力就在这个时候摆出来好不好 75个了 因为今天不单单我想你们开心 我想所有人都开心知道吗 对不对 来多少个了 我们看一下 找你看一下 有没有100个了 有了 有了100个了 下面有请我们的 你们的好女婿 我跟你不要这样子说 你这样说的我 我想一下家人们 我应该怎么重复阿俊啊 这个时候 我在陈欣的这个位置上面 我应该怎么重复阿俊 家人们你们告诉我一下 好不好 我看一下你们告诉我 我应该怎么重复成俊啊 不是你们告诉我一下 他是好女婿还是 还是好什么 有家人们在说妹夫 家人们叫妹夫吗 不是妹夫这个 那不是妹夫 那不是的 好儿子哈 来家人们 你们记一下你们的好儿子好不好 来让你们的好儿子 成俊 闪亮登场 有点有点害羞啊 五哥 真的好女婿嘛 看到没有 来家人们 全公平给我打一个好儿子 来打三个字好儿子 来我们有粉丝灯牌的亮一下粉丝灯牌好不好 是不是所有的家人们有粉丝灯牌的亮一下粉丝灯牌 来 三 你跟我一起数嘛 哦 我我都有点紧张了 我都有点紧张了 又去一个 三 你你也数三吗 三 三 二 二 二 一 一 你也笨 你手切着手上草吗 你们手切着手上草啊 你们手切着手上草好不好 我们让他们手切着手上草好不好 一死了 五哥 手切着手呢 你们做好准备手切着手 我等一下 全公平全都是在打好儿子 知道吗 全公平都在打好儿子 快点手切着手 等一下 来家们我们把音乐背起哦 把音乐背起来 我们把这个祝他们幸福 幸福两个字打在公平上面 幸福两个字打在公平上 这样的 幸福两个字 对 来 来 我说三二一 家人们全部打幸福 来 三 二 一 来 幸福 飘平 来 看 这手切着手 家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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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点尴尬五哥 不尴尬什么 我第一次出镜 现在你直播接着 你还想不想要地 下面两层惊喜 你告诉我 我想要 想要的话 对不对 今天是什么时候 今天是家人们 记着你们幸福的时候 今天是你们妈妈 答应了不再阻止你们的时候 对不对 今天这个日子 你还不肯家人们鸡个面 怎么办 是不是 公平都是在飘帅啊 家人们觉得阿俊帅不帅 觉得阿俊帅的 打一波帅好不好 觉得帅的 我们打个帅好不好 我以前都是俊哥鼓励我 我们今天也鼓励鼓励俊哥好不好 家人们再公平打个加油好不好 给俊哥 加下油鼓下气 家人们我跟你说 今天是灯光问题 是灯光问题 对不对 你看我我平常没这么黑的 没什么 但是现在天已经黑了 是不是好消息也已经来了 知道不 对不对 来 来这样子吧 小猴你过来我们坐 坐坐这吧 你坐一下啊 这个 你坐那个 没事没事 你去坐 来你你坐你你坐旁边 我们让让一个美女做东西好不好 那我坐哪里啊 我想你坐我旁边啊 对你坐这个对你坐我旁边 我跟你说啊 你说哥 算吧 你们坐着吧 你们坐着我站住 我跟跟我做酒了 你也坐哥 你也坐哥 家人们这样子 今天是个特别开心快乐的时候 所以说今天我也 嗯 邀请了我一个朋友 知道吗 因为是他帮你解决的这个问题 嗯 他跟我说了 他说 没有什么 人能够阻止幸福 你们只要 真心能在一起 但是希望你们不要负了如来也不要负了亲知道吗 就是你们不要相互辜负 我跟你说了 以后难得日子 家人们是不是多得很是不是家人们 对不对 但是 来你把手 手拿过来 对 你们这样子要手切的手 真的要手可以切一下手了吗 对不对 家人们算了 我们走了吧 他们连切手的勇气都没有 家人们我们打一下切手 好不好 打一下切手 来直播间所有的家人们打一下切手 好吧 害羞啥 我知道 很正常 好吧 家人们来 打一下切手 看到吗 全公平都在打切手 家人们他们连手都不切 我看一下手机 我现在是不是打切手的 我给你看 你给我看 切手知道吗 我总所以大家就放下来对的对的家人们没有我刚刚去有事情去了知道不都都都在打切手好吧这样子来我让我姐我姐说他要当面祝祝一下你们知道吗好 首先家人们第一次见我你觉得我帅不帅家人们觉得阿俊长得帅不帅觉得阿俊长得帅的公平上打一波帅好不好 小豪你帮我看一下公平上有没有打帅的 都是帅都不帅啊 都是帅都不帅啊 那我来看一下 昨天的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都觉得俊哥很帅吗 在目前听不吵 想不吵 我也觉得俊哥很帅哥哥姐叔叔阿姨